Hello YouTube 好了,我們又回來繼續玩 Utopia Galaxy 今天大家可能發覺 為什麼背景完全不同了 變成了第二款 我帶大家看看 唉,看到了,外面所有東西都拆光 其實之前上一集都應該有提過 上一集講到 我打算做油王 打算新東西下去 就下去掘石油 誰知掘完之後 那個Tank 只放那幾個 唉,好慘 這裡多了很多水喉 為什麼呢,我就帶大家走個圈 為什麼突然之外 我跳到這麼高呢 這件事都是要跟大家講一講的 我就是在我的褲子裡 我的機械盔甲褲 我就加了這個叫Jump Assist Jump Assist很貴 要用四個Servor Motor 真是浪費了很多資源 但是不要緊 因為它現在有個Jump Boost 那我就可以跳到144% 所以現在我呢,嘩,跳了幾個 怎麼都跳到一板 就是跳到,厲害 還有就是呢,為什麼我好像 那些能源呢,跑來跑去都好像用不完 因為我亦都在褲子裡 加了這個, Kinetic Generator 那這個Generator 要兩個Servor Motor 還有一個Control Circuit 那這個Control Circuit 其實呢,就是說 我每走幾久呢 Energy per 5 Blocks 那我每走5個Block 就會產生400J的 Energy 所以現在基本上 我就是怎樣行良 怎樣用我的Power Fix 也好,什麼都好 其實那個Energy是不會再降低 是只會不斷地增加 但是也會增加這個Heat 那我現在可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現在,OK Sprint Assist On 向前衝,嘩,跑得幾快 嘩,嘩,嘩 但是看到現在我右手邊的那條Bar 有條橙色Bar 不斷向上升 那那個就是呢 這個熱量 那如果它熱量太高的時候 那我的規格呢 就會開始 不太好work 就會 但是我一停下來之後 基本上它又沒事了 嘩,那些Energy不斷在升 21點幾K 多到用不完 OK 那接著就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個是我的 新的秘密基地 非常之不秘密的秘密基地 那你見到其實我已經鋪了電線 這些Led Stone Energy Conduct 那其實之前呢 都已經 給大家看過怎樣弄的了 那基本上我弄了很多出來 那我鋪了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些呢 叫Inverted Yellow Lamp的東西呢 那其實都是非常之容易弄的 其實都是 那我之前拿了地獄 那這個Inverted Yellow Lamp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是幾塊Glass Paint 再加一個Yellow Enuma 那Yellow Enuma 那怎樣弄呢 其實只不過是兩個Glass Stone Dust 然後再加一些黃色的染料 那黃色的染料 那黃色的染料很容易拿 你隨便在外面 炸到黃色的花 回來就是的了 那我弄了很大堆回來 那這些之前我見過了 MHS 那有電線 那鋪了下去 那但是你看到現在全部 有什麼都沒有電的 沒有電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還有這裡呢 之前大家都見過了 那些Restone Furnace Pulverizer 那其實我現在全部呢 我是設置了一個 小小的半自動的一個 製造這個ingot 這些金屬塊的一個工場 可以說是 那現在呢 基本上我設置了什麼呢 橙色就是Round Robin 就是它會不斷地 一些上上面 一些就去這邊 對 兩邊去 那我們現在 我們有一個Lestone Energy Cell Lestone Energy Cell 也是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是Energy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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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 對了 Lestone的Energy Cell 其實很簡單而已 就有些Copper Ingot 一個Redstone的Conductance Coil 然後再加一個Energy Cell Energy Cell要怎麼做呢 四塊玻璃 一些Led Ingot 和一個Block Redstone 那Led Ingot很簡單 那就是這個呢 Led Oil 對了 那我pulverize之後 再燒 變成Led Ingot 很簡單 那因為之前拍片呢 就發覺我浪費太多時間 在怎樣去做 不是怎樣做 是去預備材料啊 之後再找那個Recipe啊 實在太花時間了 那這個 這裡我還放了一個 Compression Dynamo 那這個Compression Dynamo 就是用這個水 和用石油的 對了 那我現在就沒有燃電 所以什麼都沒有的 那我可以給大家示範看看 好 燃電 那跟著這裡呢 就會有電去我的 Led Stone Energy Cell 那但是現在看到 還是沒有電出來這裡 這裡也沒有電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Led Stone Energy Cell 那個Output 我現在是0的 那我現在給50個RF 那RF就是這個 Restone Plus 就是這個 現在tech 1.6點 不 1.2.7了 現在已經是 會 一點就上上面 一點就去這邊 OK 那看一下它 會不會 希望它能夠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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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Bash去這邊 之後應該會上上面 之後應該會 看看是不是 就到了 就到了 這邊已經在上去了 這邊已經很快 Restone Furnace OK 接著下一個就會上去上面 啊 沒有錯了 那為什麼我要set它 做Round Warband 就是一點去這邊 一點去這邊 因為其實有時候有些Recipe 是需要用一些 Pulverized Lidium的層 去到合出來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要留一點 譬如我們要 之前合過的 這個Infa Ingot Infa Ingot 就是要兩樣不同的東西 合在一起的 那我們有這個Infa 這個Infa Blend 那之前見過了 那我們有Pulverized Iron 然後再加這個 Pulverized Ferrous Metal 那所以我不想把它全部 用完去這邊 燒出來 那所以呢 一些就去這裡 一些就去這裡 OK 一個很簡單的石頭 那這裡也是 我們之前的MHS 我們叫做Access Terminal 那這些很簡單 那為什麼今天 要拍這段影片呢 那其實因為 先關掉這個 因為我發覺 石油 沒有啊 只要像這邊的 那些石油 玩了一陣子 已經好像沒有了很多 已經 所以這些是有限資源 那我就發覺 之前呢 其實我有很大量的資源 我是可以用的 那就是什麼呢 其實之前拍了很多集 都說了 咦 它就是沒有電了 先拿東西出來 我們就要去拿這個 Yellowrium Dust 我們拿些出來 其實都拿出來 拿完 對了 對了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燒這些 Yellowrium Ingot 出來 OK 先把電給他 沒電 沒電不行 沒電不行 OK 那現在這裡呢 其實我們 Pulverize 這個 我們不用 不用Pulverize 那麼多 我們的Oar 放回這裡 OK 那為什麼我這裡 會有一個 Redstone的Engine 在這裡呢 因為只要我的Engine 不著呢 它就不會在箱裡 推些東西出去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小小的 開關鍵的設計 那所以這個是 必須的 OK 那我們現在燒這些 Yellowrium Ingot OK 燒多一點出來 我們一下 那這個 遲些有用的 咦 為什麼有高Ingot 不厲害的 OK Yellowrium Ingot 在這裡燒的時候 那我們慢慢等下 那大家見到了 其實我身上已經準備了很多東西 我們有三個 Harden Energy Cell 那我們看到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Ledstone Energy Cell 那Harden的Energy Cell 是怎樣呢 就是它的輸出那個 速度 是400個RF 那如果是這個 普通的 這個 Ledstone Energy Cell 是80而已 那這個呢 就輸出高一點 那其實它的做法 都非常簡單 只不過是把一個 Ledstone Energy Cell 就放四個Infinite Ingot 在附近 那Ledstone Energy Cell 要怎樣做呢 那就是三個Copper 那剛才說了 OK 剛才說了 那我們準備了三個 那你看到這裡有一大堆 這裡有一大堆 是什麼呢 我們有這個Reactor 對 一大堆Reactor的配件 那Reactor是什麼呢 是一個反應堆 那其實它的做法都很簡單 只不過是Iron Ingot 跟著加這個Graphy Bar 然後再加這個Yellowrium Ingot 那Graphy Bar是怎樣做呢 那只不過是Graphy Dust Graphy Dust在哪裡來的 等一下 呃...不是Graphy Dust 因為其實這個... 呃... 啊...啊...啊... 啊...啊... Reactor Casing 不是這個 這個用鑽石 我用了我一粒 好貴啊 Graphy Bar其實是可以燒這個煤 或者燒這個Charkle 就是這個炭 燒完出去就會變成Graphy Bar 那這個Reactor 它就是肚子 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剝這東西 因為我發覺這裡有這麼多 Yellowrium... 其實Yellow Ray啊 那麼多… 那麼多Yellow Ray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需要好好的 利用下它這個 哇哇 哇 哇哇...哇 你們... 左左小在那裡 嘗一瞎一瞎 唷ね 嘩... 看到它有那麼多心心 果然update也不一樣,但他... 喂喂喂,他們打一聲我快來 喂,你們冷靜一點 不要打我 看來我們不要在外面建 看來我們在裡面建好一點 晚上在外面真的很危險 但如果我在這裡裡面建一個反應堆 我會不會中毒死的,我會不會 我會很害怕 那我們拿些... 拿些dirt OK,拿64個 那我們上天台建 雖然好像不太方便 不過不要緊 OK,我們先爆開這裡 拿個手出來 下雨 又下雨了 OK 但我還是不太想在天台建 我們不如等到天亮之後再做什麼 在天台建好像不太爽 因為我很想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就可以做一個 大家都用到的能源 可以叫做唯一一個 那這個我們暫時... 可不可以關掉它 嘩,輸完了,不快 好,燒多一點 那我們拿多一點在身上 OK,只剩下一點 等它慢慢繼續燒了 那這個關電其實都可以了 它夠電,夠 output的應該 對,夠的了 Output Girl給它,它現在滿了電的 好,慢慢燒 好 好了,晚上都不管了 我們... 有怪來啊,來吧 我不射你們 OK 那現在我們呢 就準備起我們的reactor 咦,我漏了一些東西 我要水 不好意思啊 原本我是想著已經... 全新要用的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 誰知道原來還沒有 咦,在這裡 我們有些bucket OK,拿在身上 先拿多幾盆水 我們有需要的這些東西 好,補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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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啊,真的做油王 都想做啊 不過問題是... 那些石油呢 好快用完了 嘩,不行不行 這樣真的不行 OK,我們要的東西放在身上 喂,你們又來? 咦,他們真是懂得自己 來找我們 好煩喔 跟著有查威在這裡宣傳 經常在這裡 經常想找人訂閱他 在這裡宣傳 大家不要理他 我幫他打格仔 OK 那我們reactor casing呢 就... 嘩,停雨 那我們站在這裡 哇哇,神經病 有creeper 嘩,什麼事啊 喂喂喂 喂 不要這樣啦 不如快點天亮 不如快點好不好 快點天亮 我們 啊 為什麼我經常在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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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他拿著自己的朋友的爛肉 又掉了頭 喂 怎樣啊 不要妨礙我拍片啊 你們 夠了 喂喂,不要過來啦 creeper 喂喂 後面 偷襲 好煩啊 他們真的 怎麼辦呢 真的 我們真的要快點 建一個圍牆圍著家 真的要 好 這件事 要喊喊軒 喊喊石頭 他們真的要幫忙 OK,我們不要理他們了 我們開始在這裡建 那reactor呢 我們呢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建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建一個叫做五乘五的大小 我們建一個 嘩,跳得好高 有些不好習慣 OK 我們炸炸氣 喂,有了 擺錯了 嘩,天亮了 OK 五乘五啊 接著我們這裏呢 建起來吧 然後我們這裏中間一定要放一個 喂 我們中間一定要放多一顆在中間的 那那個就是 嘩,那裏有隻什麼在這裏 哦,他拿著這把褲蛤魔的弓 嚇死我 OK,我們站上去 喂,跳得太高 1 1 2 3 4 OK 你不要越走越過 小子 嘩,爆了 喂,兩野死 2K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計錯數 應該夠的 我們那些Rietta K 不會不夠數 我們有 5成這麼多 OK 那我們建一個5成的正方形 這個是最基本的Rietta 的Size 來的 再小一點應該不行 應該 這個是最BASIC OK 我們現在呢 建了個Casing出來 那我們呢 在下面呢 要放一些叫做 Reactor Glass的物體 其實你不一定要放Reactor Glass 你可以放這個Rietta Casing也可以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用Reactor Glass呢 原因就是 用一個Casing 加兩塊玻璃 就可以變成兩個Rietta Glass 所以比起用全部Rietta Casing來說呢 是便宜一點的 這個我們全部圍住了幾面 全部都是放了這些Rietta Glass 那這個呢 我們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們只要建好了這個Reactor 以後我們能源方面的問題 應該全部都會消失的 As long as我們 Keep住有這個Yellow Ray 的東西挖回來 就沒問題的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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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個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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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想像中要用的材料 我計算多了 嘩 OK 那我們的Casing呢 其實我不需要這個東西 不要緊 我們最中間的Casing呢 我們上面要擺什麼呢 我們就要擺這個 Yellow Realm Fill Rod 那這個要怎麼建呢 都是很簡單 三個Iron 三個Iron 加這個Graphite Bar 就是用燒這個煤或是燃炭做出來 然後中間再加這個Yellow Realm Ingrid 你也可以用Uranium Uranium就是Atomic Science的Mod裡面的東西來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蓋這個Casing 三個 嘩? OK 三個 接著在這個Fill Rod上面 我們要有一個叫做Reactor Control的物體 那Reactor Control怎麼蓋呢 四個Casing 然後再加三個Graphite Bar 一個紅石 再加一個Yellow Realm Ingrid OK 所以呢 用Casing呢 要用很多材料 要用幾多 要用幾多Iron 要用幾多煤 然後又要用幾多 其實Yellow Realm 不是用很多 但是看到呢 其實我們消耗了很大量的 這個Iron 就是為了弄這個Reactor 但是它的回報是值得的 OK 那這個Control Rod呢 現在還沒開啟 所以我們什麼都按不到 但我們其實可以改名先 我們叫它做Arreactor Arreactor Arreactor是什麼呢 Arreactor就是這個Iron Man裡面 它胸口很夠東西 哈哈 OK 那我們水有什麼用呢 水我們就是用來冷卻這個 反應堆的 所以我們的水呢 其實我們是要放在 四個角落 哎呀 但我擺錯了位 我不應該擺這一格 我應該擺下一格 擺下一格 擺下一格 拿回這個水先 擺下一格 拿回這個 擺下一格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最頂的這個位 都是要擺這個Reactor Glass的 因為我們要封住頂的 那當然啦 剛才所說的 你是可以用Casing 但用Glass呢 整體是會劈一點的 OK 我們特製很多出來 那這些留回來 遲些 用來擴展的時候用 OK 那之後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兩個 Reactor Access Port 那怎麼做呢 其實都很簡單 也是用Casing 大量 一個箱 一個Piston 就是不簡單 接著我們有一個Power Tab Power Tab 就是這個電力的輸出 那Power Tab 又是Casing 接著要加Redstone 非常簡單 那這個Access Port 剛才忘記說了 這個Access Port 是用來放一些Yellow Realm Ingot 還有 將它的反應堆的廢物 反應堆的廢料 因為它產生電力的時候 會產生廢料 那這個是用來輸入和輸出 所有東西的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Reactor Controller 那Reactor Controller 是必需要的 每一個Reactor 都需要這個東西 那它的做法就是 四個Casing 一個Redstone 還有一個Diamond 我已經沒有鑽石 已經夠窮 都還要浪費我的東西 然後還有兩個Uranium 或者Yellow Realm Ingot OK 那這幾件東西 我們就要 咦 有沒有YF 沒有 OK 好啦 那這幾件東西要放在哪裡 有一個泥在這裡 記得收起來 我會不會打爆 它拿不回來的 這玻璃 拿得回來 啊 流氣出來 不要緊 我們放一個Power Tab OK 那這幾邊呢 我們要放些什麼呢 其實這裡 咦我裡面有沒有打爆東西 沒有啊 OK 我們這裡呢 就放一個Access Port 我們這裡用來輸入 這裡用來輸出 好了 OK OK 好了 我們這個是輸出的 那我們Direction 呢 改為Out 變成藍色 這個輸出 這個輸入 好了 那最後呢 現在還沒有完成的 只要我們一放這個Reactor Controller 這個Reactor Controller進去呢 它就會完成的 你就會看到立刻 幾個角落會變成樣子 你看到 好啦 來囉 好啦 放進去囉 1 2 3 噔噔 看到嗎 我們的Reactor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OK OK 那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穿它了 那Waze這裡呢 就是Auto Reject 那我們可以 Menu也可以 Auto Replace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暫時要它做Auto Reject 我們現在Activate它呢 它都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沒有放任何的 燃料進去 咦 可以放...咦 53 怎麼了 為什麼只剩53個 我明明放了 我明明放了64 65個進去 為什麼 喂 吃...吃東西 喂 吃機啊 什麼事啊 OK 不要緊啦 OK 現在Off Line 那我們有Fill在裡面 好啦 那跟著我們呢 就要放電線 和放我們的... 那些電池進去 那我們這裡呢 我們放一些Power Tab出來 放著三個才行 我想 我們這些是用來 儲電力的 那我們三個Input 嗯... Output我們先減到去0 先 因為這幾個呢 暫時我不想他們 Output任何東西 我只需要他們 Input電力進來 而已 OK 現在Input這裡呢 400個RF 好厲害 OK 那大家可能會有些電線 跟裡面的那些不同了 為什麼呢 這些電線是叫做 Harden Energy Conduit 之前我們用的是 這個Ledstone Energy Conduit 那它呢 那個Rage呢 輸出電力 傳送的電力 只是去到80個RF 那現在我們這個 硬化了的Energy Conduit呢 就是可以400個RF 那我們輸出輸入呢 都可以快很多 那做法其實只不過是三個普通的Ledstone 的Conduit 然後加三個Rage呢 然後再加一個Infiling 那Infiling 那Infiling 怎麼做呢 其實講了很多次了 所以不再講了 OK 那跟著呢 可能我講了快 就是你跟不上 但是如果你有在玩這個Mod的話 那其實呢 做這個東西對你有很大的好處 OK 好啦 那跟著我們呢 其實已經可以Active它 其實呢 我們這裡呢 現在Fill那裡 我們有12000 OK 100% 哇 OK 那這個ControlRod呢 其實它是Control些什麼呢 如果ControlRod開到100%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將它的溫度降低的 我給大家看看 OK 那我們Active了 登登 Online Online 但是完全沒有熱力 沒有什麼 為什麼 因為ControlRod著了 ControlRod著了100% 好明顯 OK 那我們從它降低了 降低到50% 看到那個熱力 它的熱力 開始上升了 那我們的Fill 燃料 開始在用中 那我們也有一個Waste 那就是這個廢料 也都在產生中 那現在它產生出來的電力有多少呢 86.7 87 RF 它的熱量越高呢 它產生出來的電力是越高的 那你看到現在 其實 我不知道如果它升到最高會不會爆炸 不過暫時來說呢 現在應該 我這三塊電應該正在充電 對啦 三塊都充電了 三塊都充電了 OK 那這幾個電呢 我們隨時可以爆炸它 拿走 然後去其他地方呢 去用這個電池 對啦 非常之方便 對啦 那所以為什麼我要做這些Energy Cell 就可以拿出來走 因為可以 好了 那現在我們的電力呢 熱力呢 它只是停在58 output是88.3個RF 那如果我把這個 ControlRod調到0% 完全不要它Control的時候 看到它的熱力不斷在上升 但是它的Output已經去到178 最高我見過 我記得我試做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去到180幾 可以 不過因為我們只有一個ControlRod 還有一個這麼小的Reactor 所以其實它 熱力不會高得太緊要 對啦 OK 那現在180 哇 電力儲得很快 但是 因為這個電池呢 太大了 完全見不到它有著燈 OK 那你可能見到呢 我的袋裡面呢 還有些東西在這裡 就是這個 叫做Cyanite Reprocessor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個東西很有用啊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放它在這裡 Cyanite Reprocessor 那它有什麼用呢 就是 這部機呢 剛才我講了 它會produce一些 肺料出來的 那些肺料呢 就是 produce一些叫做Cyanite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 output那裡 放到這部機器裡 Input 這個 紅色是Input還是Output 紅色應該是 Input OK 暫時沒有Output 現在 不過不要緊要啦 我們現在搏電 過去那邊線 呃 喂 怎樣搏它好啊 呃 看來我的電線要鋪排一下怎樣走 真的要 OK 落地下 夠不夠長 夠不夠長 夠不夠 你夠不夠 你是不夠啦 怎麼看都不夠啦 不過 其實也不用起到這樣的 我做什麼呢 我在這裡 我做什麼呢 拆掉它先 我傻的 為什麼要起得不噁心 為什麼你要起得不噁心 說啊 你告訴我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有電 有電 有電到了 哇 那些電力來得多快啊 這個Outreader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些電力多到呢 還有多少燃料在裡面 還有53塊 我知道了 剛才我65塊 它當然是吸收了一些 對 還有成98.7% 我們還有大量的Yellow ray 還沒用 好啦 那現在它有沒有produce到這些waste出來呢 就不知道 但是它produce出來的waste 就是這個Cyanite Cyanite Ingot 它就是會produce這些waste出來的waste Cyanite Ingot 對啦 它就是會produce這些waste出來 那Cyanite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是可以用來 produce一些叫做 Plutonium的 的物體 那Plutonium是什麼呢 就給大家看看 Plutonium 對啦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Plutonium Ingot 是怎樣做呢 就是在這個reprocessor 咦 不出來的 啊 奇怪了 正常應該是這部機 它producer的叫做Cyanite 出來 然後進去這個Cyanite Reprocessor 然後它就會把它變成做 這個 Plutonium Ingot Plutonium Ingot 就可以再放回去這裡 用來做燃料的 所以就是呢 這部機器會不斷地 重環 循環 再把它製造出來的廢料 再變成燃料 繼續用下去 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東西 咦 啊 這個基地呢 非常之漂亮 啊 我裡面的電 是不是還在燃燃 閉了閉了閉了 免費電 下一集呢 我們就可以把電力 駁回到這裡 提供所有東西用 那我們之後也都可以 所有的機器呢 都可以用那幾個電池呢 拿著周圍去做東西 只要一不夠電 我們只要回來拿就沒問題了 OK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 就再繼續蓋其他東西 今集 比較上是技術性少少 好 下一集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